那我們吃完要開始去逛 大概拍一下吧 拍一下我們逛了哪一些店 好 現在先從凱莉的開始逛好了 而且現在瓜妞跟凱莉都超想睡覺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反而還好沒有人想睡 只是我腰很痛 我一定腰痛一陣子 你們在小指是正常的 我應該可以待到中指 沒有 你自己在那邊這真的很小 好啦 很小 看小指很喜歡 那個多少 1950多 喔 好像也可以喔 我覺得這好看喔 這有點鬆 我覺得那還好 我覺得珍珠味比較好看 在日本逛街的氛圍 實在是太懷念了 雖然現在是逛女裝 我沒得逛 幫忙記錄 啊有有有有的逛了這個 這比較好看 你可能可以 看也是臉書 它太小了 就是沒有很困 然後他有出其他配色 這個有點可愛耶 這不同顏色 我覺得是被這個迷惑 你只是要那個綁帶而已 對 還不錯 我覺得應該可以 可是你袖子很多都很寬 對嗎 比你之前那個鋁色好看 他那邊有個短板的羽毛背景 我覺得那也蠻好看 那後面那一個 我覺得蠻好看的啊 可是你要壓一下 因為他是被人 他是不是超級大 我頭就沒那麼大啊 到底在賣嗎 好像我還沒買 不然你有點用心 那現在可以 蠻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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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剛剛的白茶跟茉莉都有吸收爐 跟髮油 就是相關的 蠻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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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可是我覺得很挺 蠻香的 eyeshadow 蠻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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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的 蠻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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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它不會太小見嗎? - 它不會太小見嗎? - 現在超級小見了 - 好 - 很緊 - 很緊 - 可以啊 - 出谷人 - 你不覺得出谷人聽起來很像一個超級英雄嗎? - 跟蜘蛛人是一樣的 - 就是骨頭很粗 - 可以拿來打人 - 人家平均值的女生的手指 - 就是你的小拇指了 - 因為平常有狗嘴的 - 怎麼試了很久 - 還好久 - 可以啊 - 十四號 - 這是什麼? - 這是一個 - 一個碗 - 這是保鮮碗 - 這好多個角色喔 - 其實還不錯啊 - 沒有可以買這個嗎? - 所以那八張是最後賞 - 八張是最後賞 - 八張是最後賞 - 都要帶走 - 喔 - 這是一張美的 - 只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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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張美的 - 只有一個重點 - 想畫一下 - 只要一張美的 - 都要一張美的 - 給我看 - 只要一張美的 - 比我看 - 都要一張美的 - 給我看 - 最好遠 - 帶雙身的 - 用了一張美的 - 讓我看 - 音樂的 - 音樂的 好好看喔 如果不喜歡那這段 這段 對 對 好酷喔 好酷喔 這個包包感覺還不錯喔 皮革很軟 好酷喔 其實看WIGO就可以發現很多這一季流行的包包 所以看來這一季很明顯是流行放球外套 我記得GU跟UNIQLO都有車吧 這些毛料放球外套我覺得看起來還不錯啊 8000日幣 遮台幣多少 8000塊左右 我覺得蠻划算的 因為全毛料它也沒什麼合身品 我覺得這一季很多女生都會穿大毛毛的背景 在彈外套上面 對 蠻流行的 對 你看現在WIGO這邊也有 巴爾馬坑大一 WIGO也出了 就看這一季流行什麼 巴爾馬坑大一 放球外套 配型帽這一季的很多人出了 這個毛 黃包帳 毛毛配型 這句不太要求 當然這個 本來可以當內力嘛 不過現在它就外套 黃球外套 我就不多說了 剛剛已經講過了 就是大家都出了 DOOG 有一點類似那個頭頭 可是我記得這季沒有很流行 它竟然有出 雖然CAPTO也有出 它把毛毛的軍外套坐在一起 就是一件事做了 好我們現在要來排退稅了 就這裡開到9點 然後退稅時間到9點半 對就是讓你買到滿 而且我覺得LUMI的這裡優點是 它可以整棟算在一起 也不用怕你一間店買不到五千塊 整棟都可以抽 很棒 真的逛滿久的 尤其是凱迪它買得很爽 而且剛剛我去逛Studio的時候 他一進去就看到下列就直接付錢 我什麼都沒買 我只買了一頂帽 你是小BABY 你是小BABY 現在已經晚上9點多 有一隻鴿子在這裡 所以他不怕人欸 幹嘛都這麼近 但是因為這間烏龍麵 他都是給他要吃東西 好屌 在那邊啊 飛出去了 他最下面有炸菇 是這一個人買嗎 炸菇最下面那個最大 噢噢 好像那個 好像那個 我們還真的逛到9點 然後再去退稅 這樣第一天 也算是逛得滿夠的 我們終於回來了 我來簡單拍個飯店開箱 真的很累 等一下還要吃一點東西 拍個 久違的亂吃時間 欸真的超久 簡單拍個開箱 我們這邊訂的是 兩張大床 也不知道這有沒有算大 床的旁邊 就是電視了 所以這邊只能剛好塞一個行李箱 然後這邊有一個 很簡易的 三層的櫃子 接著是 這邊有一個沙發 上面已經布滿了 我們等一下要吃的東西 拿一個小桌子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 走到其實是非常的窄 我覺得這個走到空間有點浪費 我覺得這個走到空間有點浪費 我寧願它把兩張床併在一起 然後那邊大一點 這樣我還可以把行李箱平躺在那裡 然後接著就是 電池 不是電池 這邊就是鏡子 它其實這邊做很多櫃子 然後我們想說剛好可以塞一個行李箱 然後這邊是像一個衣�的感覺 然後這邊呢 我覺得它是要做個像個小桌子的樣子 然後下面是冰箱 然後那個木頭的門呢 不是櫃子 那邊才是浴室 厲害了吧 我剛剛一進來的時候 我還想說浴室在哪裡 這邊才是浴室 浴室其實我覺得蠻漂亮的 而且感覺蠻新的 還是木頭地板 而且還是乾絲分離 乾絲分離裡面就算了 裡面還是有浴缸的 你看那邊有一個小窗簾 拉起來的時候是透到床的那邊的 算情趣的感覺嗎 其實我不知道為什麼要這樣做 然後這個沐浴乳 我覺得聞起來蠻香的 蠻好 OK 那就 然後這樣好了 接著我不知道接到什麼的 我很累的 今天兩點多起床 真的有夠累 有看到那個玻璃嗎 我說有一點情趣感覺的玻璃 不知道為什麼要做這個 上面還有一個OK棒 我們有跟那個飯店人員講 然後他說 能不能進來幫我們清 我們說還是不要好 好 我要來趕快吃東西 有點餓 因為都在逛街 好 那我們現在要來試宵夜了 真的很久沒有來日本這樣隨便亂買 我們買這個宵夜我們說去Seven之外 我們還要去品專車站裡面 有一些很像超市的東西 然後第一個我們就想來吃 凱蒂招式木槍 他剛剛說我買到了好開心喔 的東西就是這個 有看我們去日本的遊記應該都能看到 我們就是買了蠻多次的 因為凱蒂很喜歡 我吃第一個這個是 花枝沙拉吧 主要味道就是洋蔥醋 還有花枝的味道 我覺得還不錯 它花枝的香味還不錯 然後另外一個這個是 生火腿那一種的 好深喔 很深喔 可是整個吃起來有味道還不錯欸 它沙拉很清爽 配著生火腿是生火腿的那個 它發酵的味道我覺得蠻香的 這個好吃欸 RF1的沙拉我覺得還不錯 可能這幾天都會買吧 這個是買這個飯糰 這個飯糰它是有標榜是 日本每個縣他們有一些 當地例如說的味道放進去 所以它有超多種口味 然後最大確認是 過去它是沒有英文的 所以完全不知道口味是什麼 所以有一個現在不知道是什麼味道的 很像在摸彩這樣 好然後我第一個就吃 我們剛剛不知道是什麼的飯糰 嗯 這是鮪魚 我覺得蠻好吃的欸 它鮪魚的美乃汁很香 米的香味也很夠 我覺得很好吃 它的飯糰好吃欸 但該不會這幾天又要再吃這個吧 我覺得這真的不錯 那就不會算買這本了 對 這個比這本的飯糰好吃 雖然這本的飯糰我已經覺得蠻好吃的 然後這個是炸豬排飯糰 好吃的 它的炸豬排的豬肉的香氣很明顯 就是它還蠻厚切的 那我剛剛少說一點 它的海苔也選的蠻好 就是它的海苔香氣很夠 那最好吃 下一個我還是凱莉買的明太子 其實我不是很喜歡明太子 那你也好吃 可是還是得吃一口會很好吃 可是還是得吃一口會很好吃 是有一點醬 紅豆婆我還比較喜歡 太誇張了吧 我把明太子放哪 我把明太子用到最後一個 真的好吃 它明太子好辣喔 它明太子幾乎沒有什麼腥味 我以前吃的明太子都是廢物是不是 它明太子是沒腥味的 它很鮮 然後沒有腥味 可是很辣 好辣 對 可是好吃 而且你不覺得它的米飯跟海苔都很棒 它的海苔香氣很濃厚 所以雖然它已經有一些醬料跟內餡了 可是你這樣咬下去 你還是會很明顯的吃出那個海苔的味道 看起來怎麼那麼強 是因為太少來日本嗎 我們下午在那個超商買的蛋沙拉大很飽吧 下午真的是忙到沒有時間吃了 沒有 但是熱狗差一點 這個也好吃耶 靠北我怎麼覺得什麼都好吃 這個美乃滋跟蛋的味道超濃的 你們台灣有吃過耶 那台灣好吃嗎 普普通通 而且會濃到就是有一種油感 所以我覺得有些人可能會覺得很利 可是我覺得很好吃 因為我會喜歡吃這個蛋黃很濃的味道 台灣不是有這種味道 它是不是很濃很濃 這個很厲害 沒想到這麼好吃 好 就是我這次的影片就很長了呀 對啊 沒關係啊 我剛剛是不是一直被飲料擋著 真的很好吃耶 對 飯怎麼很強對不對 我們吃這個海地盤很久的鮮太郎 但本來我們還想買超商的炸雞 可是我們在旁邊那些超商炸雞賣完 多拉愛莫吃的 因為它這個在我講的時候 它離我很遠 然後我就不知道怎麼跟電影講說 我熱頭了 然後我很差一點 然後他說多拉愛莫 可是我沒有 欸妳說多拉愛莫說明他還知道 可是我就不敢講 欸妳看好屌喔 真的好屌喔 這我怎麼知道 我就一直比我就說the first 就最前面那個 因為今天它那個盒果子看起來太heavy了 所以我們留到明天吃好了 我們先來吃這個馬卡龍 剛剛我前面剛有拍到就是說 這個馬卡龍 他的英文叫做馬卡龍 對 前面剛有拍到說三個要一千五百塊 就是非常有名的馬卡龍 但這好難開 喔有膠帶喔 看得掉 我跟妳講這不是發的一模樣子嗎 真的假的 不好喝 好那我們來吃第一個 玫瑰花 很好吃欸 它玫瑰的香氣好自然喔 好好吃喔 然後也不會很似甜 我覺得很棒 我不太懂馬卡龍很貴的價值 可是我覺得它吃起來很香 玫瑰的香氣很自然 這很厲害 它的奶油的香氣也很濃 就是它的奶香味也很不錯 焦糖奶油 好看的 這也好好吃喔 它中間那個 對啊 我今天沒有查到欸 我主要就是那個中間 它的那個奶油香氣很棒 這個很好吃 這個我比玫瑰更喜歡 這個很香 然後焦糖也不會太焦或太甜 這個很棒 檸檬奶油 略嫌普通 是好吃的 可是就是有點普通的檸檬馬卡龍 這樣的感覺 我覺得焦糖奶油是最棒的 我也覺得我覺得這個最好吃 這個真的好吃 它就是我覺得吃過很好吃啦 那接著換下一個 那我先開飲料好了 飲料酒訂囉 這個是凱蒂選的 一日野菜 之前它也會買 然後它這次買的是番茄 沒有它最主要是上面有寫 濃厚兩個字 好我喝看看 超濃厚的番茄 根本就在喝番茄醬 我覺得它已經有點接近 番茄意大利麵那個醬的感覺 可是很有番茄的香味 我覺得喜歡番茄的人 可能會很喜歡吧 可是我不是很喜歡 咖啡拉貝 然後這邊有寫Milk 所以你們都會出這種 很像奶茶或拿鐵的東西 之前我們非常喜歡它出的那個奶茶 不知道奶茶去哪了 對我們這也是沒有看到奶茶 不知道奶茶去哪了 然後我就在吃什麼 我在吃番茄奶油 重點是它上面寫咖啡拉貝 下面有寫Milk 所以我不知道它到底真的是 咖啡還是奶茶 我不知道 所以放開 番茄奶油奶 咖啡牛奶 它算是好喝的了 我也覺得好 但是我還是想要喝那個奶茶啦 有點可惜 不過這個 如果不知道買什麼 我應該還是會買耶 換下一個這個 抹茶 菱菱出的這個抹茶拿鐵 這個光看它的整個樣子 就覺得它很甜 你想像都不甜 我覺得還可以 它的奶味比較淡 然後它有種很像茉莉花的香氣 它抹茶味本身也淡 我覺得不是很及格的抹茶拿鐵 有點像是奶綠 很像奶綠 而且它上面寫說是 Cross 鹽田葉咖啡 為什麼是咖啡 可是它不是拿鐵嗎 它不是跟它兼製 跟鹽田葉Cross 可是它是做抹茶加牛奶 它跟鹽田葉有什麼關係 牛奶是鹽田葉出的嗎 就是冠個名 冠個名 蠻奇怪的 可是我覺得就 很像在喝奶綠啦 不像抹茶拿鐵 結果還OK啦 至少它沒有到很甜 這個它可以喝 甜甜的生茶 我覺得它們都其實 平時都不太漂亮 它們就是會蠻吸引人的啦 雖然有些還是怪怪的 可是大部分都蠻吸引的 它很像很淡的很淡很淡的 因為它有一種 焙茶的嗆的味道 可是我覺得還不錯 這個也OK 就是可以接口 就是為了這個 那這個賣茶 看起來就是無敵大普通 這次拿來解殼 它們白開水喝了 齁 超蛋 我喝一口 可是它怎麼有一種很像 塑膠味道 反正那個就是 還有小孩子可以喝的 好 那我們飲料都喝完了 最後一個蛋糕 最後一個 然後我們先吃蛋糕好了 蛋糕跟蛋蛋 蛋糕 所以我看這個溫泉蛋就算了啦 溫泉蛋就是溫泉蛋 我這個無聊就會吃一下 這個我就不講 冰天我打開再吃 欸 台灣的溫泉蛋跟這個 溫泉蛋不一樣耶 可是它那個超不凝固 喔對 那個是超不凝固 那我怎麼吃 你說它打開是整個溫泉蛋 那你幫我打 放在嘴巴裡面 幫你打蛋 幫我打 打在嘴巴裡面 打蛋 很噁心耶 我吃它就這樣子切 然後這個就撥板 蛋糕 蛋糕 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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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我生日 誰家也吃一個這麼想的蛋糕 我們上一次去日本 2019年12月的時候 大老遠走到千處屋 反正我忘記那個字怎麼 我記得我那個時候還有 那部影片還要討論說 它怎麼唸 可是我現在忘記了 反正就是那一間蛋糕 然後它在品川 它有做外帶店 而且我剛剛去還很多蛋糕 不知道為什麼 終於吃到蛋糕 因為上次去的時候沒有吃到 我要先吃一口奶油 我要先給你吃 嗯 你是高五顆嗎 是不是好吃 它奶油是ok的 奶油不錯 是清爽又奶味重的 這種東西很難做我覺得 因為這是草莓奶油 奶油好吃 就不可能難吃了 真的好吃 嗯 喔 這個你說要買兩個 ok了 可是我覺得 我覺得哈巴實在是比較好吃 可是我覺得它已經是 很好吃的奶油蛋糕 草莓奶油蛋糕 奶油香氣很夠 然後有一種淡淡的香甜味 然後又不會有膩 很清爽 姐姐先吃好了 要讓它很脹味 有來品川車站可以去外帶 再買一大堆 我覺得草莓還蠻甜的 蠻不錯的 其實就是日本的草莓很好吃啊 對啊 對啊很好吃都不會吃 我還吃 這只哪裡會吃 好啊 我發現我們東西都買太少 所以我現在來開這個 鮮太郎的銅鑼燒 希望不是很難吃的 我是 差點以為沒有錄到 趕快流都沒想出來 趕快吃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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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好吃的 這個我承認 黃豆粉它的調味也不錯 但是我不喜歡紫蘇啊 欸 我沒看到紫蘇啊 我知道啊 可是我覺得吃起來是高級的 但是就是 我不喜歡紫蘇 不然我覺得吃起來不錯 然後第二個是很像兔子的 不知道為什麼 就因為是兔黏嗎 等一下那塊是什麼啊 我不知道 海帶 後面那個阿伯真的買超多的耶 就是一個很幼稚的喝果子 喔 幼稚好瘦 幼稚好大 外面那層皮有一種糖感 很奇妙的味道 而且我覺得它裡面的紅豆餡比較綿密 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它紅豆餡是好吃的 所以整體之外我覺得還是蠻不錯的 可果子就是很甜啊 你猜這個是什麼 我吃出來了 我好強喔 昆布 蛤 昆布做很甜的 這一個我以為是鹹的 好像水煎包耶 是不是什麼艾草 欸 各位 狗狗 我不是說紅豆 它這個皮跟剛剛那個兔子的皮一樣 然後裡面還融合一點葉子 不知道是什麼 艾草 然後底部還有這個很像木片 因為這艾草是寫艾草 我看到狗狗有個字 掉了 可是它寫店長推薦的 喔 不行 真的那個草味好壯喔 這個我真的不發揮 我不是一個 喔 它草味好壯 你到底排隊排了什麼 它的皮都是草味 你花最多時間的 然後是一個雷 我真的好想哭 好啦 那為什麼那麼多人 大家都會喜歡這個是不是 總結一下今天 每一次旅程 每一天我都會總結一下 就像我之前的Vlog一樣 一早2點多起來就起床 然後準備去搭飛機嘛 接著到日本 結果趕快到飯店 之後到新宿然後開始逛 今天根本沒有逛什麼 因為今天主要目的是想說 去Disney Store 買一些玩具 那一間Disney Store 是旗艦店 所以它非常搭建 有三層樓 就是娃娃之類的嘛 就是周邊而已 一般想都是吊飾啊 剛想要去 日本買吹泡泡的遊戲 不要吧 在這裡吹泡泡 我沒有想到說 我要在日本吹吹泡 我要去哪裡公園喔 我還不知道這裡哪裡有東西 它在吹吹的時候 今天等等有個吸管 它可以這樣 用很大的吸管 然後你想要喝的 要偷偷這樣喝 因為它很長 吸管 好 算了 好 你再跟我講 五歲小耶 很難 好 反正去Disney Store嘛 然後其實又灌了滿久了 而且後來也累了 只好去吃個飯 因為本來我想說 反正就想學維尼跟那個 毛 連他的名字都不是 凱蒂貓嗎 喔 馬力貓 對 什麼利貓啊 我覺得也是因為太早起 根本沒有睡好 因為我前天晚上也沒睡好 我們大概八點多就錄 就開始打在床上 我其實睡不太早 所以身體滿累的 來過日本的人應該都知道 反正就是你從機場 還要坐類似高鐵 用我們做音樂開始 然後到 我們到品川 然後品川要走路 然後要搭捷運 都是要一直走來走去的 所以其實也是滿耗體力的 那一整天下來 挖牛鐵力應該也是不行的 因為他又不能坐音樂車 不像高爾科一直在車上睡覺 他就一直說腳好痠 後來我們就知道去吃飯 然後吃個綠酒牛舌 所以他也真的很久沒吃綠酒牛舌了 新出綠酒牛舌 至少吃兩次了 有開到綠酒牛舌 我就想說好就去吃吧 因為我們真的 對 真的還是滿喜歡 對 就是我們還是滿喜歡那個牛舌的味道 覺得自己去燒烤店烤啊 或者是就算你點後切牛舌 吃起來 味道好像還是沒有那個好 不知道為什麼 就可能我很喜歡它的調味吧 我怎麼覺得台灣的牛舌 跟這裡的牛舌好像不一樣 台灣的牛舌比較像他今天吃的那個 蓋板上面那個 對 就是他台灣牛舌切很薄啊 因為他那個厚度是真的很厚 很厚 所以牛舌頭真的這麼厚嗎 那你那個舌頭是重的 為什麼在吸管那麼長 在吸管那麼短 傾斜的方式不一樣 所以光線是傾斜的 好 這不是很重要 但是那個牛舌吃起來沒有很便宜 我們這樣點三個定食 要9000多塊就利了 所以他其實不算是一個 很便宜的餐廳我覺得 但是吃起來是好吃的 所以讓他去吃 接下來我們穿到牛舌就開始逛那個 Lumine ASTO 我推薦大家如果希望逛比較晚 就去逛Lumine 這是我以前其實都講過 因為新宿的Lumine 就是可以開到9點 一般的保護公司都開到8點而已 因為那邊有Lumine 1 2 還有ASTO 這餐廳裡面最好逛的就是ASTO 這貓咪好出來是在東喉那個 3D立體的貓咪 之前網路上已經 對 網路上已經超多人在講 那我們這是親眼看吧 還有那個外星人 對 他有個飛船 真的好酷喔 那個Lumine ASTO 我們那個時候就查 就想說自己要去逛哪裡了 來新宿 我覺得如果 藍的不知道要逛什麼 就去逛Lumine ASTO就好了 當然外面有一些蠻好逛的 所以我明天 我們還會再去新宿一次 再加上今天 我根本沒有逛到 伊斯丹曼 所以我個人沒告訴我 明天還要再去逛 那我要去逛伊斯丹曼 一次 去那一趟就大家掰掰 真的是很久沒有來日本了 你知道從車站 晚上從車站出來 我還特地把口罩拿出來 吸那個冷空氣你知道嗎 乾燥的冷空氣味道 不知道為什麼就很熟 我們這間已經被禁三年了 真的覺得 好久喔 真的很久 三年真的好久 一個人從高一念到高三都畢業了 真的很久 高一刻都沒有用到免費機票 對高一刻都沒有用到免費機票 因為他現在兩歲多 兩歲以下才的機票還是免費的 好想去睡覺抱我的那個 好 等一下就讓你睡覺 耶 要去幫我媽媽了 就是真的覺得很久沒有來 很開心啊 很爽 唯一最痛苦的點是 帶兩個小的 真的很累 然後高陷體很容易腳痠 可是我覺得他很容易腳痠很合理 所以我們還買了一個腳踏車墊 裝在後面 明天大家就會看到 因為我明天就要裝 本來想說今天不要裝 可是看來不行 可是其實我的腳沒有到非常的痠 我也沒有 我現在可以繼續 我的精神也沒有到不好 我覺得我最不好是腰我覺得腰好痛 這個姿勢不了所導致的啊 所以我這陣子其實腰都蠻多 我現在做了好幾個小時 我就可以走路到18點 禮拜六凌晨要出門 而且行李箱禮拜四才到 原來那個行李箱一打開裡面都是奶臭味 因為在兩年前打油漬打翻奶茶流到行李箱之後 我們以為清乾淨的把它封起來 因為都沒有出國沒有打開嘛 結果前幾天打開才發現就是奶臭味 太那個行李箱整個報廢很蠢 反正新好行李箱有來啊 而且我覺得他新的行李箱看起來不錯 比我的行李箱好 唉唷我好想買Rummo啊 好啦我覺得差不多這樣了 等一下我要幫這兩個小孩子洗澡 我覺得那兩個小孩子 然後又要拍片又要逛街 要走路又要睡覺 而且我手機又想拍短影片 齁天啊我覺得真的很忙到爆炸 真的很忙 喔可是我這次可以跟大家講 這次的逛街的畫面我覺得會比以前多很多 我覺得這次店員他們也覺得可能有點默認了吧 喔對還有我這次很多都是用手機拍的啦 那大家不知道會覺得有什麼差別 可能有點變形或者有點廣角 但是我覺得更重要的是讓大家有一種 很多畫面可以看會感覺很豐富 對我覺得那種感覺才是最棒 重點是有很多畫面可以看 會讓大家覺得很有趣很好玩 當然畫素很棒 曲靜很棒 光線色彩很棒 當然這樣非常的好 這是很理想的狀況 但是如果這些都很難達到的話 我覺得有很多畫面的話 也是可以成為一部很棒的影片 自己說這影片很棒 反正我覺得這部影片應該是蠻精彩的 媽媽 好啦講太多了 真的累了 我要幫他們洗澡 說真的我不知道這部影片會不會分上下集 因為我本來沒有想說會講這麼多 好吧等一下我會講幾年 你現在講 現在講幾年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記得訂閱我們不要錯過 我們是家庭兄弟下次見 掰掰 掰掰